格林这个人 他还真不是一个 所有事都是为了团队服务的一个球员 他内心当中其实私信是挺重的 对格林 说实话当年卡恩德兰特李队 跟格林他内在的一种私信 也是息息相关的 这点你冷静的说确实这样 当时格林也是面临核动点 把杜兰特给骂走的 让你在对内无敌自容 虽然说他讲的 这里边气氛是有道理的 但是另外夹杂的三层私信的 你也不能忽视 当杂蒙特格林 就想让自己在勇士队那位置更稳 要不然的话 那杜兰特留队还有自己位置吗 那可能说薪水这块 那肯定得是巨量欺盛 甚至都没有自己位置了 把杜兰特给骂走了 所以你看这个人没有 其实他也有非常自私自利里面 就是格林 这就有点恶心了 他不是纯粹那种团队球员 非常正面集体的形象 你就算说有私信 私信谁都有 有点过于明目张胆了 已经是完全是通过 把自己队友的利益 抢占瓜粉的方式 让自己占据队内的 这样一种这个优厚的味道了 格林就这点确实有点恶心 谢谢大家